一直看 一直一直下 一直看一直下 每局都可以下 你不好好看你怎麼下 不嚇死你跟媽媽10塊就七七出吃 鏡頭前自爆以前做過球版 也就是運動地下賭盤 酸網友們還在媽媽10塊 我說以前年輕的時候 做版的時候在看啊 一個揮出去什麼全力打 底下網友痛罵 台灣職棒就是被這種人搞爛的 射入牽賭的人還敢講那麼大聲 我當然是想打球 因為那畢竟是我 生命最喜歡的一項運動 旅美投手曹錦輝難過落淚 2009年中華職棒牽賭打假球 曹錦輝涉案結束職棒生涯 打假球案重創中華職棒 球迷傷透了心 如今館長自爆射擊遷堵 前議員王浩宇也在臉書貼出這篇po文 如果超過1000讚 就要去檢舉館長涉入職棒遷堵 而文章8小時內就突破1.5萬個讚 輿論發酵館長26號晚間直播 再次提及爭議 還叫台灣人不要過於虛偽 觀眾表示自己當年才二十幾歲 沒有能力去收買球員或影響職棒 只是幫忙下主球員而已 還說台灣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只是這番說辭對於走過職棒黑暗期 好不容易重拾對棒球熱情的球迷來說 依舊憤怒難耐 三立新聞李賢奇報秀為台北報導